以赛亚书第32章 看哪 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 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 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 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 像大盘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 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 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 鱼丸人不再成为高明 吝啬人不再成为大方 因为鱼丸人必说鱼丸话 心里想做罪孽 惯行亵渎的事 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 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 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 吝啬人所用的法则 是恶的 他图谋恶计 用谎言毁灭谦卑人 穷罚人讲功礼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行 高明人却谋高明事 在高明事上 也必永存 安逸的妇女啊 起来听我的声音 无虑的女子啊 侧耳听我的言语 无虑的女子啊 再过一年多 必受骚扰 因为无葡萄可摘 无果子可收 安逸的妇女啊 要占经 无虑的女子啊 要受骚扰 脱去衣服 赤着身体 腰树麻布 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 和多结果的葡萄树 垂胸哀酷 荆棘吉利 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 又长在欢乐的城中 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 因为宫殿 必被撇下 多民的城 必被离弃 山岗望楼 永违洞穴 坐野驴所喜乐的 为羊群的草场 等到圣灵 从上浇灌我们 旷野就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那时 公平要居在矿野 公义要居在肥田 公义的国孝 必是平安 公义的孝宴 必是平稳 直到永远 我的百姓 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歇所 但要将冰雹 打倒树林 城壁全然拆平 你们在各水边撒种 牧放牛驴的 有福了 不可 在平安的居所